关山镇27号下午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意外 一辆货车与机车发生车祸 导致了机车歧视以及乘客被卷入大货车下方 其向货报后立即赶往现场 并且将两人从车底救出送往医院治疗 台东关山镇27号下午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意外 两名来自北部的大学生租乘机车要前往池上游玩 但在行经关山镇和平路以及西浦路口时 与在满道谷正要左转进入西浦路的大货车发生对撞 导致骑乘机车的骑士以及乘客被卷进大货车底 而警销人员货报后立即赶至现场 将两名大学生从车底救出 精简是机车的实性男子头部以及四肢多处差错伤 而乘客丘性男子则是右手开放性骨折 两人分别被送往关山池济以及台东马街医院治疗 安山镇和平路与西浦路路口发生一起自用大货车 撞到双载重机车的交通事故 该事故造成重机车驾驶头部受伤 及乘客右手开放性骨折 视之与脸部差错张 由消防救护人员送往医院诊疗 所信两人均意识清楚 经查至大货车驾驶持有合格驾照 酒测值为零 该企交通事故详细发生原因 由本分局交通小队详细调查深入釐清中 经过远举的酒测 双方酒测值为零 也特别呼吁用路人 在行车时务必保持警觉 留意路况 在行进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 才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 记者陈静玲关山镇报导